112年华联市市長輩木球錦標賽 在華道路的球輪運動公園舉行 有吸引將近百位的選手熱情參加 市長為家驗出道場為比賽進行開球 他也為選手們加打氣 希望大家可以以球會友切磋球技 順利奪得好成績 選手們拿起球桿 秉氣凝神瞄準目標 在球場上拚命攪足最佳成績 這是112年华联市市長輩木球錦標賽 29號在華道路球輪運動公園省大舉行 這次總共吸引到近百名選手熱情參加 也算是非常的興奮 而市長輩家驗也特別到場為比賽進行開球 也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希望大家都能以球會友切磋球技 因為這項運動其實可以老少嫌疑 那基本上其實不會太劇烈 但是是一個以球會友的一個競技 那未來也希望說我們有更多的球友能夠加入 那我們在球輪公園的這個部分也整理得不錯 那非常適合打木球 那也希望說未來我們在華蓮市 或者是不管是市內或是縣內 我們都希望大家一起來報名 一起來參加這項比賽 木球運動的起源就在台灣已經有30多年歷史 近年來也在國際上逐漸打響知名度 而華蓮市公所也將持續推廣 讓木球運動下下砸根 培育出更多優秀的運動人才 記者 許立芹 華蓮市報導